生命纪 第十五章 每七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方式是这样 债主都要把借给灵社的一切豁免了 不可向灵社和兄弟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如果借给外族人,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的兄弟,无论你借的是什么 你都要豁免 在你中间必没有穷人 因为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 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必照着他应许你的赐福给你 你必借贷给许多国的民 却不会向他们借贷 你必统治许多国的民 他们却不会统治你 但是,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在你中间,如果有一个穷人 又是你的兄弟 你对这穷苦的兄弟不可硬着心肠 也不可袖手不理 你一定要向他伸手 照着他缺乏地借给他 补足他的缺乏 你要自己谨慎 不可心里起恶念 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进了 你就冷眼对待你穷苦的兄弟 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你就有罪了 你必须给他 给他的时候 你不要心里难受 因为为了这事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一切工作上 和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既然在地上必有穷人存在 所以我吩咐你说 你总要向你地上的困苦和贫穷的兄弟 大声援助之手 你的兄弟 无论是希伯来男人 或是希伯来女人 如果卖身给你 要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 就要让他离开你得自由 你使他自由离开的时候 不可让他空手而去 要从你的羊群 河场 榨酒池中 多多地攻击他 耶和华你的神 怎样赐福给你 你也要怎样分给他 你要记得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救赎了你 因此 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如果他对你说 我不愿离开你 他说这话 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 又因为他喜欢和你相处 那么 你就要拿锥子 把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 他就永远做你的奴仆 对待你的卑女 你也要这样行 你使他自由离开你的时候 不要为难 因为他服侍了你六年 应得雇工双倍的工资 这样 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你的牛群羊群中所生 是投生雄性的 你都要把他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的牛群中投生的 你不可用他去耕田 你的羊群中投生的 你不可给他剪毛 你和你的家人 年年要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吃着投生的牲畜 这投生的 如果有什么残疾 像瘸腿或是虾眼 无论有任何严重的残疾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可以在家里吃 不洁净的人和洁净的人都一样可以吃 像吃羚羊和鹿一样 只是不可吃他的血 要把血倒在地上 像倒水一样